- 澳門推動現代金融業發展,培養人才是重要任務之一。 為此,金管局在職前教育及在職培訓等開展一系列工作。 職前教育方面,當局透過與業界組成的澳門金融學會, 聯同本地五所高等院校組成顧問委員會, 邀請各間院校的水學院院長成為顧問, 溝通金融專業培訓和課程設置,令教育內容更貼合現代金融業發展所需。 他們會因應自己學校的條件去調整, 或者適當地安排更多與現代金融業相關的課程比他們在學的學生。 這樣的話,讓這些學生在就學的時候就已經比較有目標地去配合 特區政府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學習。 這個解以時日的效果是會顯現出來的。 我們也透過金融學會和業界,在過去幾年, 我們也有舉辦一些給大學生的暑期實習計劃。 在過去兩年,反應都相當不錯。 我們也成功安排了大約150個澳門本地的大學生去金融機構實習。 普遍回來的問卷情況, 無論是僱用方或是實習方都很滿意這個安排。 我們未來希望進一步加大這些實習。 將本地的金融發展結合在教程中, 有就讀金融專業的學生認為, 通過課堂能夠了解到澳門金融發展, 未來更有信心投身於金融業。 固有的知識很重要, 但是在金融市場的發展是信息萬變的。 每一年都或者分每一秒都會產生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可以將澳門本地特色的東西融入去教程, 和政府部門合作和高等源頭合作, 將澳門本地特色融入去教程中, 作為學生就會更清楚了解到本澳金融發展的道路和未來的方向。 在職培訓方面, 金融學會持續開辦不同類型的金融課程和講座, 並因應發展所需作出調整, 為金融從業園提供進修增值機會。 以金融學會為例, 我們今年上半年開辦的課程差不多100個, 我們暴讀人次接近3000, 可以看到業界對於這些培訓都是比較認同, 而且它真的有這個需要。 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因應市場的需要, 我們會開更多的課程給他們收到。 我們有機會持續地學習, 更新資訊, 因為有時候有很多新的知識, 我們未必都會是之前想過的。 所以為何才會有這個持續進修的保持呢? 我覺得是有用的。 特別是金融業, 我覺得就是給人感覺, 你也會有一定的專業程度, 去符合現在這個市場。 未來,金冠局將持續為澳門培養兼備專業水平, 國際視野及適應金融業創新發展的本地人才, 助力澳門經濟識度多元。 在於芒典牌上的一個途案 在於芒典牌上是非常不知的! 在於芒典牌上的一切使用力! 在於芒典牌在於芒典牌上的一切也都是很高的。